其实大家是看到民进党的例子 所以导致说这个蓝军里面 各阵营的支持者开始紧张起来了 因为民进党这份民调 大家觉得很好笑 然后就是说蔡英文一路领先 然后压倒性的胜利 胜过赖清德胜过韩国瑜胜过柯文哲 结果今天的另外一份的这个媒体的民调 就完全打脸蔡英文 他输给这个 这个他几乎都是输了 逆转败了一周之后就逆转败了 只有一周的胜率这样子 大家就觉得很奇怪 你民进党那个民调是怎么搞出来的 那所以现在 接下来大家看的是国民党民调 大家当然就紧张起来 就是说民进党那种错误 绝对不能发生在国民党身上 所以我觉得此时此刻 党中央要非常的立场 要非常的公正 而且要非常严正的告诉大家 民进党那种瞎搞法的民调 国民党绝对不会发生 国民党绝对要办一场 非常公平公正的初选 而且我们所有的这个取样调查方法 我就尽可能的都让大家知道说 我们会是怎么样做的 不会有一样的母体啊 因为那时候就讲说 那五份民调通通做出来 其实就是民进党中央提供了 同样的一个母体 国民党没有这样子 国民党不会 所以民进党等于是他前面的母体 他控制住了嘛 所以大家就说 怎么这么整齐啊 出来的那个差距胜负都很整齐 国民党没有这样子做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 要让大家有信心 就是说民进党 从我们刚刚的讨论到现在 他们要把专制 甚至连这个公投法 他都公投绑大选不可以哦 明年不准大家公投了 因为公投他觉得 如果加上公投他会输 所以明年都不要有公投了 然后昨天强行在立法院里面通过 我觉得民进党是非常可恶的 那国民党自己就要站稳脚步 就是说让各阵营的人都可以放心 让所有的支持者 对国民党是有信心的 我们把民调办好 然后选出来的 就会是最强的 我们国民党候选的权力支持